哈喽大家好,我是CK过圆土 那今天呢,要教大家做 吃这个冰淇淋 我觉得超级可爱的 其实我有做过这样子的 冰棒啦 对 我 好像 有教学,可是还没有上传 然后呢 其实这个的 那个 箱 就是 灵感来源是这个 对 我有关于那个 为什么 黏土手座 买的 对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 超可爱 好 那首先 我们来开始吧 那首先呢 我们做这个 冰淇淋 所需要的材料 有 黏土 那黏土 可以 找你要的分量 对 你我这次我没有用凉池啊 不过你要用凉池的话 就 也可以哦 对 因为我 我是不做不固定的size 对 然后呢 这个 露黄色的压克力颜料 跟奶油 奶油涂 你可以用任何你想要的颜色 我要用的是蓝色 然后再次我不用凉池 之前我都没有用 对 因为我凉池很大 再击击一下就爆出来 刀片 好 压平器 黄石盒子 那 差不多 就到这 对 好 那我们来开始吧 首先 啊 这是什么东西 我不要给它 先染色 哎 好难开 软淡淡的就好了 对 那这个是我们要做它冰淇淋 哎呦 甜筒的那个 颜色 对 通常它们是软巧克力色 可是啊 我软的是热红色 如果说你有翻涂抹 你就可以用翻涂抹 我没有 对 而且我懒多了 我都用那个 silicon 而且也玩了 其实这个黏涂弹性很好 我超爱这个 这个牌子的黏涂 对 这样啊 搓圆 对 这些 然后呢 我们可以加它压扁 薄一点比较好 对 然后最好应该会很大片 然后呢 我们拿刀片的背面 就这样子 做打横的动作过后 那我们就打直 然后呢 我们可以加它拿起来 哦对了 我们也需要牙刷 顺便补充一下 可是我的牙刷呢 嗯 在这边 对牙刷 我们就要再用牙刷啊 在上面拍打 就做一些拍打的动作 对 好 那它就有 纹路了 对 然后呢 我们就要剪 其实剪这个 我个人不是很厉害 对 对 那我看一下这样捡 我超烂的在剪这个的时候 一直失败 是这样吗 哎呀 可以 可以 yes 然后这个 这里啊 可以捏 给它剪剪 然后呢 这个有 哎 这个有点怪怪 这样 不管 我应该没有错吧 好 那就这样子 等它干 我有一个已经干了 对 我就准备 半 橙 在这边 对 这比较小 然后这个纹路不可行 做得太深 然后来不及不救 所以就这样这样 那你要挤 哎呦 很抱歉 刚刚抱歉 我要瞧到镜头 就是顺便说一下 如果说你要挤奶油图 的话 你看准备一个 哎呦 好 抱歉 我的刀片 不要递上 对 那这下我用的是蓝色的 好 那我们就开始挤吧 你可以准备一个便条纸 先来试紧一下 然后这次我没有用到滑嘴 而且我觉得这个不用滑嘴 这个是什么东东 好 稍等一下 好 那就是刚刚 应该是那时候我做的时候 没有浇好来 所以可以这样子 那个浇 然后 水 好 下一次我会搅好来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打圈圈 怎么这个做得好怪 对 那这个我要抹掉 就是我 我在挤这种东西 挤奶油图的话 我是测 好 把一个计划蛋 那挤这个的话 我是特别的烂 也不太会计 对 对 好 我要去学一下 研究一下中间 哎呀 用到中间脏一脏 那我骂一下好 骂了更死了 那不要骂了 那我们就 那我们就 那我们就